共产党对我的恐惧 特别是国际法庭的行动 和对普京的个人的整个定义为战犯 给习近平带来的个人内心的恐惧 知道共产党对经济有多么的脆弱 它都是纸老虎 中概股被踢出美国 香港一旦失去国际地位 共产党在美国在西方想玩招 就是耍烂招 等待着你们内部的乱 乱的美国 斗争的美国 它要趁虚而入 这个时候美国的法律是非常重要 希望五月份以后 美国有更多的立法和法律行动 要求共产党必须提供 所有的病毒的信息和合作 否则呢 我说你们就该主动 像对待俄罗斯一样 对待经济制裁 查封所有共产党员 在海外中央公园 地中海的船和资产 马云的船 ZEN他们正在卖 我又没有把它查封 他说我相信一个上过这么多庭 经历过这么多案子 有这么法律常识的人建议 我说你们要马上立法 香港经济是共产党操作这个问题 现在西方人相信我们说 只有美国和欧洲提前尽早动手 查封共产党员和所有的共产党 国有资产 国有资产就是共产党几个家庭拥有的资产 这个国家没有审计公开的通明财务税属制度 他怎么有国有资产 都是几个家族所得算 他必须想在全世界面前把共产党所谓抢的老百姓的钱 变为他国有的名义 被几大家族侵占侵吞的查封 就像俄罗斯的25万比特币被查封 查封以后人家找我来了 他们说俄罗斯人有多少这钱多少比特币 我说他们大概在比特币在300万嘛 25万个账号 现在就查到了将近700万个比特币 你知道共产党家族有多少比特币 赵昌鹏这个孙子是一定要进监狱的 你别看他穿上中东的衣服 还照相上去了 他一定会死在中东 会带在中东监狱里 因为他帮助共产党洗太多钱 洗钱的币都会消失 不管是数字货币还是人民币 最后真的全世界最干净的一定是洗币 香港多少人来投了洗币买了洗币 厂外交易100多美金 看到恒生指数给香港人带了多大的惊慌 没有人在相信香港股市还有未来 习近平的幻想是压在美国疫苗反应 大量死亡社会崩塌技术生产不行的时候 金融崩困 他要释放出黄金 还有人民币数字化在全世界推广 香港唯一就是跟习近平等待着 所谓的他那个最好的时刻的到来 那是他最后的时刻 一定是最好的时刻 五月份我说了两年了 到五月份你才看到世界的疫苗灾难 和世界的供应链 和金融的崩塌 中国房地产崩塌 共产党最后的最好的时刻 变成他最后的噩梦时刻 最后的攻击将冒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